此后,大魏攻打菲利斯人,把他们制服,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,又攻打摩押人,使他们躺卧在地上,用绳粮一粮,粮二绳长的杀了,粮一绳长的留下。摩押人就归服大魏,给他进贡。 索巴王立合的儿子哈大笔蟹往大河去,要夺回他的国权。大魏攻打他,勤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,步兵二万,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,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。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笔蟹,大魏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。 于是,大魏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,亚兰人归服他,给他进贡。 大魏无论往哪里去,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 他夺了哈大笔蟹臣仆所拿的金盾牌,带到耶路撒冷。 大魏王又从属哈大笔蟹的彼他和彼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。 哈马王陀蚁听见大魏杀败哈大笔蟹的全军,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魏王,问他的安,为他祝福。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笔蟹。 原来陀蚁与哈大笔蟹常常征战,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。 大魏王把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的金银都分别为胜,献给耶和华。 就是从亚兰、摩亚、亚门、菲利士、亚马利人所得来的, 以及从索包王利和的儿子哈大笔蟹那里所掠之物。 大魏在严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,因而威名四镇。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,以东人都归服大魏。 大魏无论往哪里去,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 大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,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 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,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, 亚西托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基司长, 西南亚做书记。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下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, 大魏的众子都做领袖。